HIT 第二課 先看一段影片之前 我預期同學已經看了第一段影片 講述如何用實驗方式 將一支玻璃管 可以測試一支 Fermometer 這題目我們開始用數學方式 怎樣可以知道 測試一支Fermometer的數據是怎樣 例如這條玻璃 我們先放進一個零度的情況 什麼零度的情況呢? 上一課說了就是 放進Melting Ice 如果放進Melting Ice 那支的溫度計 升的黑度是5.0cm 我會用一支筆記錄 然後把溫度計放進Melting Ice 100度的時候 放進Melting Ice 滾了的水中 這個黑度會達到25cm 這個溫度計 這個溫度計 就分明了兩個溫度 就是0度的時候是5cm 100度的時候是25cm 現在問題就是 如果我放進一杯新的水 這一杯水呢 就是暖水來的 我就知道了 我心裏面知道 它裏面 或者做物主知道 它是50度 那就問這支的Liquid 會升到多少度呢? OK 當然我第一次設定了50度 原因就是在於 同學深水清的話 如果0度是5cm 0度是5cm 那100度是25cm 那50度是多少呢? 那同學 你就會猜到 其實它在這條線的中間 我先畫一條線 好了 那中間的話是多少呢? 那 那 不太難猜的 那如果同學 我會心裏面這樣 如果這個25cm 這個5cm 即是相距 就是 就是20cm 那所以 中間的話 就是說 這裏應該是10cm 那裏應該是10cm 那裏是10cm 那裏是10cm 那裏應該是10cm 那裏是10cm 那裏還有1支溫度計 那裏本身 0度之前 還有5cm 那裏 所以加起來 成支溫度計 的長度 應該是15cm 這個方法呢 這個方法呢 同學你大約了解到 我想做些甚麼 現在我們想介紹一個比較數學的方法 因為不太幸運,永遠所有東西都在中間 如果數量比較流量的話 例如數量是13度 例如是76度 我們就要知道 我們都要考慮數學方式 能夠知道Length of liquid是多少 所以我們先介紹第一個方法 我們要畫一幅 叫做L against T L 就是L against T的Graph L就是Length of liquid L的長度 即是說裡面的溫度計 裡面的Liquid是多長 Temperature 就是溫度 L against T 圖圖是怎樣畫呢 即是要fully utilized 整幅Graph 現在我們的溫度 要做的東西是0至100度之間 而L就是25cm T最大的溫度 T最大的溫度是100度 我們要畫一個減度 我們要畫一個減度 我們就完成了 OK 我們在做一個Wrap up 先畫一個Axis 軸的名稱 是長度 是長度 Against 溫度 第二項 是畫一個scale 第一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 是Graphical method 是用畫圖畫去做數 這個也是數學很精密的地方 其實畫圖畫都能做到相對應的數 好 就是 首先 我們要做的東西 先記錄下 現在我們想畫一幅 叫做L against T 的圖 畫Graph 是數學課 你們應該已經學過了 我想再說一次 我們畫的圖 一幅圖有Y Assess 和X Assess Y Assess 就是指這條Y軸 X Assess 就是指這條X軸 在物理 在Physics 和Chem Chem L Against 之前 這個物理量 就是Y軸 T 這個物理量 就是X軸 所以為了提醒自己 不要畫錯Curve 即是我們會立即寫回 這個Y軸 它的名稱 L 和寫回單位 L是長度 這裡就是Cm 溫度 單位就是Degrees Celsius 這就是我們的第一個步驟 先分割名稱 言論 字形 一開始的時候 Sty 一定是 確定是0 確定是形成雲 看下 Y軸 最多是100度 這是心理想法,不用支援在捲上 所以我們就看看如何能夠用彩程 如果每一格用20 另一格就是40,60,80,100 當我們畫上這個階段的時候 每一格的數量一定要相同 例如每一格是代20 下一格,這一格就一定要代回20,即是40 千萬不要這樣做,千萬不要 例如這一格代5,這一格代100,這一格代101 那就錯了,這個就是Lock in Scale 畫Graph來講,就做不到數,也沒有任何的意思 畫Graph為何做到數呢?因為它是In Scale 就做到一些In Scale的數,Linear的數 L來講,我們心裡的想法就是畫25 亦想Fully Utilize Y 軸的話 5,10,15,20,25,這樣就能夠用整個Graph 好,我們畫了這個Scale之後,所以第二點 我們就要畫Scale 好了,到第三點,我們就可以plot這些Data上去 甚麼是plot這些Data上去呢? 我們現在有兩個Data 哪兩個Data呢?就是在0度的時候有5cm 100度的時候是25cm 我們就把數據記錄到這個Graph上去 好了,我們就開始plot data了 首先,第一點就是0度的時候是5cm 我們就看看0度的時候要5cm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位置 這點其實是有一個座標 座標呢,這裡也隔了大家 就是x在前面,y在後面 所以這個座標就是x是0度 這邊就是5cm,或者你寫05也OK 好了,然後如果是100度的時候25cm 那怎樣plot呢? 在100度的時候,這條線是代表100度的 然後這條線代表25cm 所以這幅圖就會在這裡 我們就會把2點的Data plot到這幅Graph上 這個就是步驟3 好了,事情已經到最後一步了 好,那就到第四個步驟了 我們就要將這條線 畫回一個carib 什麼叫做畫Graph呢? 就是如果你估計中間有些點點的話 中間仍然有些數字 譬如20度代表多少呢? 40度代表多少呢? 60度代表多少呢? 80度代表多少呢? 其實你大約猜到 我心裏猜到 我心裏猜到 如果它是linear 即是成正比的話 那幅Graph應該是這樣的 這些是我的估計 但是在數學來說 我們就可以找一條直線 把這個關係 我阻礙你估計的點 顯示出來 就是這樣 只要把兩點連起 兩點連起就可以 好了,紅色的點點 是我估計出來的 可以不用理會 我們就需要看黑色的那條線 我們就可以 我們這幅Graph就完成了 這個就是我們的A Part 所以我們之前說的A Part 往前畫一個Scale 第三個畫兩點 靠差 第四個畫一條Calibration Graph 畫一條直線 我們就完成了這幅Calibration Graph 在考試來說 每一個A 幅圖就四分 好了,到B Part 我們畫完這幅圖之後 記不記得我們的目標是做些什麼 就是想知道 15CM 這個50度的時候 50度的時候 究竟是多少CM 好了,在50度來說 就要靠這幅Graph 去幫手知道答案 我們怎麼知道呢 我們看看50度 這條線就代表50度 去到這個Calibration Graph 碰到它的時候 我們就看看它代表的溫度是多少 代表的長度是多少 代表的長度是多少 這裡正正就是剛才我們做的答案 15CM 我們就可以用滑圖的方式做到這個答案 我們真是做一條Example 1 你發現剛才的數據其實是一模一樣 這次我們就說 如果我們量度一支溫度計 長度是13CM的話 那現在它代表的溫度是多少呢 我們就把剛才的步驟一次過做出來 首先畫一個 首先畫一個 AXS的名稱 Unit 寫那個溫度 這個長度是25CM 所以我想像是20 15 15 OK 長度來說是 XS來說溫度 20 40 60 80 100 現在0度是5CM 18度是15CM 再畫一幅Calibration Graph 這樣就完成了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我們就看看 現在它就說是13CM 這個數字是13CM 我們就移動了 第四個動作 我想放大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 遇到黑色的線 就會變成溫度 所以這個溫度 這處是40度 我現在便知道 く14CM 湊度是40度 我擔心畫得不清楚,所以我會用 Power Point 做一次 剛才我們做的 Calibration Graph 接著 13cm 去到 40 度 這個就是用 Power Point 做出來的結果 這個當然好多 現在我們會去到第二個部分 如果不是 Graph 的話,我們可否用計算的方式做到答案呢? 所以我的題目設定是差不多 0度是5cm,100度是25cm 現在的 length 轉了一點,變成15cm 剛才是13cm,問溫度是多少 我們這次用的方法是 Proportional Method 就是正比例的方式 同學學了正比例的方式 我先講解一個簡單的方式 我們立即做 Proportional 正比例是怎樣做 我想用圖表比較容易理解 首先我們畫了一枝溫度計 這枝溫度計放在冰水中 這個就是0度 它升高了至5cm 這個就是5cm 有另一枝同一枝溫度計 這次就放在熱水中 有些泡泡、Borling Water有個泡泡 也會出煙的 接著去到100度的時候 這枝溫度計 現在題目就是這樣 你選擇 如果有一枝溫度計 在暖水中 這枝溫度計就去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13cm 我又想知道這枝溫度計 代表是多少度 如果我用圖表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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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把這幅圖畫放在這裡 首先要先知道如果這裡是0度是100度 究竟是多少cm可以去代表 這裡的長度其實就會用綠色筆去表示 就是這個長度 這個綠色長度就是紅色減藍色 所以如果想切一 cm 代表多少度 首先現在相差是因為是100度 就要選擇綠色的這個長度 這個長度是多少呢? 就是紅色的長度 選擇藍色的這個長度 中間這個的差額就是這個的差額 所以你會看到我把紅色的長度是25cm 藍色的長度就是5cm 雙減完之後 100度除了它就代表5度 那這個5度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就代表每一個每一個 每一個每一個長度 代表的溫度是多少 那5度這個東西合不合理呢? 因為這裡就是差了20cm 20乘5就代表100度 現在我們知道1cm是多少度 我們看看現在新的溫度是多少 這裡雖然是13cm 但是我們一定是從0出發的 什麼是從0出發呢? 因為在5cm代表0度 我選擇一條線給它 這裡我用藍色不選擇 這裡是5cm代表0度 所以在0度以上 它就是有這麼多的新的CM 所組成的 這裡代表是多少度呢? 我們就把黃色的這一節 就再乘回100 超過紅色的這一節 減回藍色的這一節 我們剛才做了的 這裡合起來 就是每1cm 就代表5度 所以算到黃色那一節 就OK了 那黃色那一節是怎樣求呢? 這裡就等於黃色那一節 就是黑色那一節的長度 減回藍色那一節的長度 那黑色那一節的長度就是這裡 黑色那一節的長度是在這裡 黑色那一節的長度是這裡 藍色那一節的長度是在這裡 那黑色減藍色 那剩下就是黃色的這一節 那就會再去 乘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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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 黃色那一節的長度就是 黑色的長度是13cm 減回藍色的長度就是5cm 那這裡合起來就是8cm 那黃色的長度就是8cm 而每1cm 由0到開始量度的話 就代表每1cm 代表5度 所以85中40度 所以合起來就會是40度 好 好了 那我們就想把它變成一個方程式 那我就清楚一點 想看多一次 那現在呢 就是一支溫度的 在這裡 那現在去到13cm 那這個長度呢 我簡稱為之 就叫做L 這個L就是剛才我畫的地方 這裡就是L 那條方程式怎樣去扣呢 就是L 首先要選回藍色是什麼地方 藍色呢 就是在0度的時候 它的L是多少 因為做考試卷的時候 我們沒有可能用顏色巴去表達 所以不如我簡稱它為GL 好了 那就再乘回 這裡就會是100度 這個就是100度 好了 那接著 在紅色的地方 什麼叫紅色呢 紅色呢 就是在100度的時候是長度 那相同的道理 L就會是100 這個就是長度 就再減回 在0度的時候的長度 就是L0 我們就將這條方程式 我們就將畫圖的方式 變成文字的版本 所以就是L 13cm 那時候我未知的溫度 減回0度的時候的長度 over 100度的時候的長度 減回0度的時候的長度 減回0度的時候的長度 那就乘回100 那你會見到 在筆記裡面呢 有這一條方程式 就會記到的 OK 我想在這裡 有同學呢 有兩個方法 現在可以做 那剛才我教學的時候呢 剛才我教學的時候 就是用了 畫圖的方法 去幫你理解 這裡究竟1cm 代表多少度 從而知道 不同的cm 代表溫度是多少 那第二個方法 我相信很多同學呢 都會呢 可能是喜歡背公式的 對啦 喜歡背公式 那這條公式呢 其實正正就是 由我們上面這個的理解 去指標出來的 那我們呢 就試下運用下 這條方程式 那這條方程式呢 那這條方程式呢 就這樣用啦 那剛才我們就說 如果0度的時候 就是5cm 100度的時候 就是25cm 那所以呢 L0就是5 L18就是25cm 一個未知數 L就是13cm 那我就把數字 就代回了 L0就是5cm L0就是5cm L18就是25cm L0也是5cm 那減完之後 就算是超過20x100 那這條方程式呢 我希望同學呢 不要覺得 可能覺得 如果是難記的話呢 你可以這樣去理解 就是100比20cm 可以代表 由0度開始量度的話呢 我們有8cm 在這裏 8cm 8cm代表哪裏呢 8cm就是40度 那我現在呢 就做一個簡單的 Tricket Understanding 好了 我們第一個 學了Clarification Graph 我這幅Graph 都畫了 這幅Graph 我就畫了給你了 那我想問L是9cm 那時候 代表的溫度是多少度呢 那我們就可以 看一看了 你可以停止去做一做 那答案 就會是 9cm 去到條線 對應的溫度呢 就會去20度了 第二條都一樣 我只是把溫度 如果溫度是80度的話 請問長度是多少呢 那我們就看了 當你溫度是80度的時候 去到這個Clarification Graph 對應回 那這裏就是21cm 好了 而在正比利的方法 我們呢 剛剛就學了這條的方程式 那這條方程式 同學呢 你可以停止去 按一下 按一下 答案 看看是多少 好了 同學試完之後 我給大家一個答案 好了 T就是等於 你現在的溫度是40度 L0 在0度的時候的溫度 在0度的時候的長度 是10cm over L100的時候是50cm 再減10cm 剩下100 那你應該做到的溫度 就是80度了 好 這條你又停止去 又可以自己試一試 好了 開估答案 那現在呢 T的溫度 未知溫度是50度 所以我就代入未知溫度度 50度 等於回 你未知的長度是L 選回L0 在10cm 那現在100cm是多少 代表呢 就是100度的時候的長度 50度 減回0度的時候代表溫度是10度 好了 這個呢 就會是40 L減10 剩下100 50 那你將這個 成了它 那你就會求到 L等於 L等於 30 好 所以啦 筆記裡面 就會有這條方程式 出來 我希望 剛才用畫公仔的講解 同學明白這條方程式 如何用正比例的方法 可以求到一個未知數的溫度出來 那這裏呢 就在一些 symbol上的理解 L0 是0度的時候的liquid level 100L 是100度的時候的liquid level 如果當你有一個T的溫度 你未知的T溫度 的liquid level是L的話 那T就是 unknown temperature 那這條方程式 其實這條方程式 也是剛才我們剛剛學的 就是等於 L 100 減L0 L 減L 剩下100 好 我們來看看 Celsus 來講 哪一個是錯的 哪一個是錯的呢 0 在Lower Fixed Point 這個呢 對 OK 那一把Fix是100度 那 將它斬開100分 就是1度 那 然後 這個 是否只是唯一的 Hemission Scale 那不是的 美國有另一種Scale 那如果T大於100度 和T0度 有沒有辦法量度呢 是有辦法量度的 那下一條 那T是60度的時候 L是多少 那我們很快看看 T是60度的時候 L 就是 15cm 好 那我們就在筆記裡面 就有這幅圖的圖 那我們就試試用 剛才我們學的兩個方法 來去做了 這條題目 那首先它就說 當個Linth 和L 和Tmg T 就有以後的資料 T是0度 L是3cm 那所以 我們先畫 這個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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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Temmetry 這個就是Degrees 這個就是Degrees Celsis 這個就是100度 所以 用20 40 60 80 80 100 都夠用 這個 是28cm 所以我用 5 10 5 20 25 0度 3cm 那時候 在哪裏 0度 3cm 就是這個位置 而 100度 28cm 就會在這個位置 最後 畫回 Graph Calibration Curve 畫一條直線 畫一條直線 好了 完成了 到A part KO了它 到了20度 那時候 是多少 20度 就會是 在20度 畫一條線 出來 去回 這裏 應該這個 就算是8格 所以 這裏 就是8cm 好了 那我後面 做了PowerPoint 讓同學 方便點看 因為 清楚點 這個有答案 變回Caribbean Graph 就是8cm 好了 之前也說了 我們想用Caribration Proportion 是怎樣做的 我們再多數一次 就是 T 在0度 是3cm T 在100度 是28cm 我想知道 現在 是20度 是多少cm 那我們的方法 就是這樣理解的 首先 現在相差 就是 100度 有多少cm 代表呢 就是28 減3 然後 我們現在 這20度 這20度 就是 9cm 但是 9cm 我們要從0度量度 所以 實質上 由0度量度量度 的話 它就只差 這個是 L 減3cm 然後 它最終溫度 就是20度 好了 這裏 L 也可以求到 8cm 好了 那 就做一做 最後 筆記 第幾幾條 MC 好了 Apa Fixed Point 是怎樣量度的 好了 同學做完之後 看看答案 Apa Fixed Point 用滾水量度 Lowa Fixed Point 用Freasing Point Freasing Point Water 或者你用Melting Ice 都可以的 可以的 用Melting Ice 好了 下一條 搭完C 我就用Proportion 方法做了 那我們 就 看看 現在 Melting Ice 那時候 是0度 4.2cm 紅色 Boiling Water 是100度 是25.8cm 現在 尾指長度 是L 那我 畫上格子 就是代表 L0 0度 是4.2cm L18 100度 是25.8cm 現在 L 就想知道 溫度是多少 這裏 就是17.5cm 那 Formula T 等於 你 是100 這個 相距的 是100度 那麼 除 100度 用多少 都代表 就是 25.8cm 減 4.2cm 那 你現在 真正的長度 是要0度量 所以就是 17.5cm 要減 0度 用了 4.2cm 所以 答案 是61.57 所以答案 就是 C 好了 最後一條 你就會見到 Melting Ice 解釋 解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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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度 是5.7cm 18度 是28.1cm 咦 你現在的L 是5.2cm 所以 如果我畫 是格子的話 就等於 0度 是5.7cm 100度 是28.1cm 現在只剩下5.2cm 那 那這個溫度是多少 好 用回剛才的Formula 都可以的 但這次你有沒有留意到 這個溫度 這個溫度 是5.2 更低於5.7cm 0度的代表 所以這個數 就一定是負數 但正負數也好 都是一樣 你現在相距的 是100度 用多少來代表 就是這兩個數字 28.1cm 減5.7cm 你現在的溫度 未知數 是5.2cm 0度的溫度 是5.7cm 給大家一些提示 這個正負數 這個位置 一定是Match 的 所以 你按一按 按 答案 就會是-2.2 答案 今天 用了兩個方法 來去知道 就是Calibration Thermometer 的溫度 一個是畫圖的方法 一個是計算的方法 我們有一份功課 是會做的 這份功課 都會上網 你可以找SLP 做完之後 你拍照 拍完之後 上Google Classroom 就可以完成了 同學 今個星期的網上課程 就到這裡 有問題 你也可以E-Mail 或者WhatsApp 給我